董 st 董 这题 我们来开始 简单正确养生之道 改变为一生健康幸福 kob 这我想说十分钟 一天一粒蘋果 醫生找不到我 為什麼 正在所有大家的觀念當中 我們是不是吃飯肉 吃水果 飯後吃水果對不對 這個觀念是錯誤 這是過去在教育 老師還是什麼的 我們教的都是說 飯後要吃水果 其實這是不對的 飯前吃水果 飯前吃水果 像我 這段早上起來 我就是 差不多350cc的溫開水 三百至五百的溫開水 先喝下去 為求請 你如果早上像你名字 你可以替它體驗一下 差不多我們在杯子一杯 溫開水 你把它喝下去 你的胃的感覺很鬆快 之後你吃有機的水果 優質的優先 不一定要吃膨蓋 芭樂也該好 七義果也該好 卡末豆也該好 因為這個可以抗氧化 我們吃下去之後這半小時 你沒吃到誰又吃炸點 不行 你吃下去 蓬薄 吃下去之後 差不多半小時 只有一點鐘 之後 待會吃你魚來吃炸點 因為這是抗氧化 所有的水果有多分類 可以抗氧化 是什麼可以給你氧化 就是 自由基 我們拿來的自由基 DNA 說比較簡單就是DNA 它這個自由基 會破壞到我們五種六腑 會收回器官 所以你吃抗氧化下去 還要給你製衡 抗氧化 也儘快 它會把這宿便擺掉 所以說你那天做抗氧化 精神非常好 會非常好 我這樣吃 吃三個半小時 你能知道 我這頭問有發出來 我以前頭問是更多的 我可以說這顆 我是親身體驗 這樣吃水果 之後 你想說上班的 我上班要怎樣 沒關係 我們一天吃兩餐就好 那晚上 我們以前吃的 差不多七點 以前我們就吃 差不多吃六分八至七分八就好 不好 再去吃消耗 你如果去吃消耗 我跟你說 長時間都要吃消耗 現在有一天 胃會來找你 怎麼說 你長時間都沒有給胃休息 我為什麼才會說 七點之前 你就要吃肉 之後 因為你吃肉還是什麼時間 那時間稍微比較長 你讓我們的胃可以休息 我告訴你 像日本 我們去日本 七點我都沒有看到人 大家也關掉了 你要去吃東西 台灣七點我剛才開始在老見 我們如果接到政策之後 我們慢慢會把它改掉 生活都沒有正常 你如果想說 你吃到十幾點就好 吃肉 回家要睡了 你從廣中沒辦法休息 很簡單的例子 我們台灣在科技的醫學方面 在全球裡面 拜二十幾名 三十名來 全球怎麼一百九十四個國家 我們拜這樣算頭情對不對 是怎麼我們生涯 中涯的紀律 是全球之冠 這不合乎邏輯 你知道嗎 所以說我們台灣民政府接種後 我們的脫牙入獲 從國民黨所有在這些不好的 我們都會把它改變掉 就是說 像這個好的 我們可以把它實施 像飯前吃水果 這都是糕糕的問題 你像我早上這樣吃一吃的 我早上一點四十分就起來了 因為我早上要坐三點 空五分的車 坐童年來到這裡 還到台中大轉運來到這裡 八點多 我們今天也是專訓 今天專訓 所以說 我是用跌一跌的時間 這十分鐘 在我親身的體驗 我跟大家分享給大家知道 因為尤其是 最重要的一點 吃飯飽你不想吃冰 你如果吃飯飽去吃冰 上面像在煮煮的 為什麼 因為你吃素食也好 吃醋也好 是不是我們用油炸 你如果在這個食物當中有含油 你剛才好吃飯飽 剛才好吃冰的東西下去 它的油跟冰結合了 會產生固體 就是說會產生一顆 像小冰塊 經過你的糰 讓我們的糰 內壁容易吸收 你吸收之後 就變什麼 脂肪 脂肪 脂肪醫藥變什麼 變腫瘤 有的人不知道說 吃這個量的很好 其實這是不對的 我利用這個 多多的時間 跟大家分享 我們這幾顆 就是都說法例 法例的部分 比較做好 7-STICK 就是區體 這就是舊金山和平條約 在1951年的9月8日 簽約簽約 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八 不是十一点半来生效 以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的 它的门槛是最大的 四十八国家来签约 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 富豪沙粉体 就是完全的主权 完全的主权 上去的完全的主权 就是right 跟title 跟clang 跟will vas be operation 这就是主张 跟责任义务 这个完全主权 就是这的 我们刚才有说过 我们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初一 已经合并在天皇的领土里面 所以说 在这个 这个责任义务 这是天皇的任务 你如果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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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 就是说 它有管辖自律权 什么叫管辖自律权 就是这三个 就是 跟title 跟clang 这三个就是 权力 民意 跟主张 我们来放棄这三项 天皇的部分 就是 帖到 就是领土 它有这个 责任义务 我要请问各位 我们都有家 外有土地 对不对 你们所帖到的 那点是什么 是 所有困争 不是领土租权 那不是 你帖到的 是所有困争 对不对 如果我们买这间 所帖到的 政策 是所有困争 不是领土租权 这个土地 是日本天皇的这个领土 美国总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简派嘛 我们当时是日本人 日本的台湾人 但是这个土地 日本简派 我们也是定于简派 所以说天皇 他要放棄这三个 就是管理 民意 和主张 这个叫做管辖自律权 就是占领权 占领权 占领的人 有这个管理 但是 凌土的 積义的疑母 这叫做 残留主权 残留主权 就是这个 特律权的部分 这个责任义务 这就是天皇的部分 我把你分开了 他这个 富豪三问题 这就是完全的主权 完全的主权 要有隆重的 但是天皇 因为建牌 他要放棄这三项 你如果怕是殖民地的位 你只放棄两项而已 就是这个 泰土 和这个 right 这两项而已 クlain 没有 这个主张没有 这就是殖民地 因为我们是冷土 所以说 这里外面 通牌也好 台独也好 台独也好 说到台湾独立 我请问你 是要独立那队 我也是在民政党二十几年了 在江澎泉 那个年代 在那里面 我就没法 我想 为什么说 奇怪 李定徐先生 做十三年的总统 又年车 跟阿兵 做八年 二十一年 你就都没有办法 独立了 如果可以独立 这二十一年 就独立完了 就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我们头一头的 这个 众议院的议长 他也说 包围在两千空四年的 十月三十 十月二十五 他就说了 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的国家 我们要怎么独立 我们独立 是代表战争 你像美国 美国 当这是英国的殖民地 他要独立 你会向上 向上说 向英国 所以说 我们在这个 武器 如果没有比 美国更先進 你要怎么战争 所以说 我们十堆 没有独立的问题 好来 这个 阿庭的二 这是 就经济法復兵条 的 第2条 我们就看 日本 为人说 我意思 all right title and clang to 富尔摩萨 和澎湖 你在这里有看到 我们放棄这三项 title right 和clang 富尔摩萨 富尔摩萨 台湾的英语名叫做富尔摩萨 不是台湾 是富尔摩萨 基本政府 放棄 台湾的民意 民意 民理 和 权利的义务 就是管辖 治理权 和平地 第二条 美 里面就是 虽然 很清楚 大家 聽 有 聽 我 問各位 旁 这两条 你知道 右手边 这两条 这条 二重桥 这代表什么意思 可能这两只牛仔的款 不是 这是房居 房居 房居 这在 2020年的9月8号 我们在美国 这个 華盛顿DC版 这个酒杯 这个美国的 油管团的 国王部 酒杯刷了 送这两条 如果没有人知道 他说 你拿回去 拿回去 给你秘书长 他就知道 结果我们秘书庭打开 台湾的地位 就是这样 你熟 米检 日蜀美检 你如果来上課 你知道日蜀美检 你如果回去 你来请一些朋友 说 台湾的地位 就是去熟米检 他们听不到 你要怎么改税 你要改税 所以 台湾的地位 就是熟 日本天皇的领土 美国总统 占领中 占领 不是占领 你说 领土 还是领土 领土 台湾的地位 国民党领土 所以说 他要用领土 人 不是 是领土 人 领土 领土 这个就是 美国 军事政府 跟国家 台湾民政府 美国 军事政府 简称 United Manitar Government 简称 USNG 台湾 Seal Government 就是 台湾民政府 政府 这个意思 要怎么改税 最起义 是一个 平民政府 美国 军事政府 要做什么 他就是 要辅助 我们这个土地 是 他占领 所以说 他要辅助 国防 人民的 財産 生命安全 我们民政府 要做什么 台湾市 没有辅助 台湾民政府 要做什么 包括 日本的 台湾民政府 他有 这个 还有 一本 是公民权利法案 还有 现在 这些 可能是 我们的 意愿 有通过的 十二法案 就是 红外 其中的 第十条 如果我们红外 到台湾民政府 一些这些 事務 这稍後 你再看 我们集团 做处分 我们的务情 包括我们的憲法 我们的借政 包括我们的税金 是我们 台湾民政府 要收的 你中央美国 你是代理美国 君子 占领而已 你不能所有 政府 台湾的税金 都在收 代理 占领 占领的人 就是可以收 海关 关税 关税 他可以收而已 像我刚才有记一个例 这些 民国 是一个流亡政府 他是流亡 在台北市 他不能在 经过台湾 收这些税金 我们也不知道 早上 像我们这些 我跟他说 你不要逼逼 你早上 起来 做工作 做到晚 小孩 顾好就好了 如果 落税金 就把他落 这叫做政典 像我刚才说的 政典 我们不是说 一定要去插政典 我们要去了解这个政典 如果 你若不去了解政典 是用政典 去了解你 就像我们这段 你这样 你想说 我们孩子 出事 吃五凉粉 跟他含三句亲安 包括我们现在吃饮料 用素质给你吃 现在 再来用地溝油 也有牛油 也做做的 你怎么也是吃到 说到我们身体也是用 很困难 这实际上说到这个 要交报 那三億 是几百公斤 你知道吗 当然我们是没看那么多 在电视看 看得都看不贏 烂 如果要贪整十万 要很欠 我们刚才比书厅 在那里也说 像我们过去 我们是亚洲四小龙 那也是白头戴的 过去十几年前 是怎样 现在我们比 22k 25k 如果要贪整 如果要贪整 那我们这些学员 如果要贪整五万块 可能 贪不贵 但是你看到 新加坡 十四五万 我们台湾民政 如果接到贪管 以后 我们的薪水 比书厅 比书厅 政府说 十队要兵 新加坡更好 我们做得到 不? 我们十队做得到 因为 所有 我们在这 这四千名的公務令园 过去 公務令园 我们的编制 会收编 我们都够进 我们是一级的主管 一级的主管 但是 一点你要寄得好 你也不能去贪贪 你如果一级的主管 我们 让你三倍薪水 就算很多了 你不用去贪贪 你把这些工作 都做得好 以后 你就是 初级班之后 高级班 把这些所有的专训 给它收编 收编完 你有那个主级 所以它做公務令园的时候 我们过去 我们继续用本土台湾人 就是你那个新闻情 寫TW 我们台湾民政委的新闻情 台湾政府的新闻情 有寫TW 就是本土台湾人 你若是说 这些中国人 他会贪贪 但是他要半六年 半六年 在这六年当中 你不能犯罪 你若犯罪 就从头开始 这六年后 你能规划 你能效忠 台湾民政府 这样就可以 換国民政给你 这个部分 我们知道了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法理的论述 就是说 第一 美国的国府 乔治法盛顿 第二 就是 国际战争法 第三 就是 占领不得移转主权 这是在美国的陆军 叫战守则 第六中第一座 第三百五十八条 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 不得就地合法 这就是 越来越河河边公寓 第四十七条 第四点就是 台湾 不是台湾人的台湾 占领不得移转主权 你如果 你如果 跌的 就立下 那叫做 战地为王 1830年到1840年 拿破仁时代 的进政 那时候 跌到就是併吞了 现在在这个 国际战争法 这个万国公法 实施了后 跌令 就不能移转主权 就是这 流亡政府的定義 就是对自己的领土 流亡到他国的领土 但是 不能在他国 建立自己的主权 举例 这个 法国 流亡 在伦敦 法兰奇 伦敦 比利时 也相同 他 在帝国前排 他也是流亡来 在伦敦 伦敦 这都是首都 流亡来的 都在首都 是一个城市 叫做比利丁 倫敦 韩国 韩国 韩国在1905年的时候 他将管辖自立权 来交给日本天皇的时候 他韩国的总统 他还握有 领土的主权 领土的主权 他是将管辖自立权 来交给日本天皇 和天皇 簽着日朝 併合条款 他是流亡在中国的上海 叫做科里亚相海 如果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这就是 Chinese Israel Government in 台北 就是流亡政府 他是流亡一个台北市 他现在都把它简称 中华台北 CT 我们如果出于 有运动拳手 出于跟他们比赛的时候 是不是 野山口都下了CT 如果他如果是一个国家 他会不会贏 他会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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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伦敦 2012年 你如果看到电视 他在这个新闻 他好像 中华民国的国旗 好像流去三天 中国就跟空气流下来 就降气了 所以说 就是流亡政府不能救折 好不好 的意思就是这样 这是2009年 四月七七 美国联邦反应 高丁反应 法官布朗斯的判决 有这五点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本土台湾人没有国籍 第二点 本土台湾人在国座 没有赏他们的政府 第三点就是 本土台湾人要在生活 在政治的严格当中 我们要再来宣企 第四点 台湾要是在美国的 軍事占领中 第五点就是美国的 行政团委要主动协助 原国 原国就是 是我们的所有的訴求 再来台湾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是按照建政法的组组成立的 我们在2008年的计计 我们就来成立 要依照法律 在美国民事政府的架构 成立民事政府 民政府的要求主要 在中国占领宽国就是美国 要称赦来台湾 潜领 结束在与中国民国 代理 他是代理的 我們藏,你們來的時候 我們要開始上課,我們都會唱三條國歌 一條是我們的臨時國歌 再來唱完,主席有選獨 我們的主長和立長,這都很重要 未來,你們做一級的行政官員 我們改天的心相,我們的態度 我們都要改變 因為我們是公僕 我們要對我們的八世,要比較好 你們這裡,因為我是比較早上課 我比較了解法理 你們是長上課而已,你們比較不知道 所以說,你像這個新台灣論 為什麼要叫你們買新台灣論 這不是在推廣,不是在賣賣 只是說,我們來上課的學員 我們就對折,把我們交代 最主要就是,我們在這裡上初級班 好,高級班,再上兩天 這樣五、六天的時間 你敢有法導臺了解說,整個台灣的地位 這五、六天這樣你才有法導臺了解嗎 這本書,雖然是很派賣 但是這本書是,哇 這是邏輯性的東西 真的,這麼多有我們科企 科菌修 這五十個菌 這五十個菌 這五十個菌的菌修 你盯看他們科企 科過 那要還撤很多車 所以,那些菌修 因為你有法導臺了解 裡面這些蕊用 這樣可以讓法導臺 真真正正的了解 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你像國際法的專家 你如果讀國際法 不可能 因為法導臺了解台灣 大概百分之五十秒 你還要加國際戰爭法 因為建政法裡面 所用的,它不是條文式的 它是慣例法 慣例法 慣例法 習慣說 在這個時候 要用什麼法 一時就隨便 那叫做慣例法 不是說 你就要說 叫什麼 叫什麼什麼什麼 不是 來,這個美國的國父 法聖頓 Jones Washington 他在一七八九年的七月 他有向國會 就兩本書 但是經過 他那時候已經做總統 經過二百二十一年 他的華盛頓的基金會 那憲國會 但是基準的一本是什麼書 基準的一本就是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 所有立任的美國總統 最怕就是萬國公法 他的第一 這個憲法的第六條 的修正案裡面 他有罕這個 做總統 會很多 你不能違背 違背 不可以違背到國際法 像這尊 這個歐巴馬 他就比較難問 剛才 正義 我們必須的就各國了 用什麼的各國 我們是用銀款 因為政治 政治是免數的 而且歐巴馬 是人權的律師 這人權的律師 這人權的律師 又用各銀款 所以說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所以說 將他買回來 他了解之後 說 這個華盛頓 這到底是什麼人 沒有人知道 路外他會說 我們必須長說 你怎麼可能找這麼一個資料 你是那隊找的 然後 路外我們秘書長 就在 日本 他投 建政法 他 為什麼 他是要 開保釋班 是要 趕快拿到 撲手 所以說他投的建政法 他沒有每天在建政 所以說 他剛好 所以說 這次是天佑台灣 天佑台灣 不然他已經 那去做 告修 台湾民政府 所以說 這是天佑台灣 什麼叫做建政法 有這五點 第一 一九零七年的 海牙地勢工業 這有百幾條的判斂 第二 日內瓦 他在我河邊工業 就是我們剛才 有說到 那個 流亡政府 本人救治好法 這就是 第四十七條 第三點就是 國際的 紅色育肺 總占成 優關 建政法的部分 這也有百幾條的判斂 很簡單 紅石智慧 就是我們看 在建政 當中 有的義務兵 建一個 食育的 建政 那在建政法裡面有規定 你不可以刻意打死 但是 義務兵的任務就是說 包括 門軍也好 敵人也好 都要救 他建政會受傷 這就是在 國際紅石智慧總占成裡面 有關建政法的部分 這是部分 像 日本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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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嘯 這個 國際紅石智慧 它就 會 到極緣 第四點就是說 美國最高法的 優關 建政法的判斂 這也有百幾條 第五點就是 一九零四年的 美國陸軍總署 優關 建政法的 部份有三千六百幾條的判斂 這 政革叫做 戰爭法 來 我們這個 門特維多的公約 什麼叫做 國家 因為這幕前的國家 有一百九十四的國家 那 我們呢 在 丹水平 先進去 政革 第十四次 我們要入聯 要去聯合國 你如果說 我們之前 沒有讀過這個 國際法 國際戰爭法 我們不知道 但是 如果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知道 為什麼要去聯合國 不可能 因為 在國時當時生立的 在1945年的十月二十五號 成立聯合國 生立聯合國 在這個 門特公約裡面 他國家有四個要手 第一 領土 territory 政府 government 人民 people 領土 請問 這個領土 是誰的 日本天皇的 不是日本 是日本天皇 我們是 大日本帝國的 臣民 就是天皇的新民 這個政府 第二 政府政府 政府是誰的政府 也不是我們的政府 是不是 這個政府是流氓的政府 第三 people 這個人民 我們不是中華美國的人 對不對 第四點 就是說 他一定要在選舉 制定憲法 以及外交權 外交權 這樣大家知道 來 現在就是說 這個臺灣 不是臺灣人的臺灣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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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選我 要選誰 這就是用感情 用感情 讓你說 不對 對 我不選 台灣人 不選國民黨 我們 用感情 讓他騙 還有 一點就是 你說 我們必須長的問 你住在國兵飯店 這個國兵飯店 就是你 下 這大家都知道 我們沒有國兵飯店的 租款 收優款 你是怎麼說 你住在這裡 臺灣就你下 像這樣 我們住在美國 美國不就是我們下 這是 不符合這個邏輯 這塊土地是 日本天皇下 是什麼人說 這塊土地是我下 就是 台青帝國 一種臺灣跟朋友 英文寡人 日本天皇 來 我們現在再來說 開羅宣言 跟波斯坦宣言 開羅宣言 這是一個 Decoration 它是 沒有白紙黑衣 它是在開羅宣言 開羅 跟波斯坦 這是一個地名 在埃及的開羅 這個波斯坦 這個就是 在德國的小城市 這是 它命名 你如果像 伊波拉病毒 這是一堆 在港國 港國的一條 那個 共和國 它的一條 卡 那個河流 在那裡發生 所以說 伊波拉病毒 就是在那裡 命名 這都收縱 開羅宣言 在 1943年的 十二月二六到二八 就是這個 羅斯福 跟英國的修上 秋吉祥跟金貝祥 他們三人在那裡說 在那裡說 如果這個太平洋戰爭 結束之後 要向台灣來行 中華民國 但是 金貝祥那時候聽到 很高興 這樣好 但是你如果台灣行華之後 我會去 競爭 人間的國家 但是 在 就算我們 和平條約裡面 廣東 沒有中華民國 也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一個宣言而已 宣言 如果 波斯坦宣言 這個波斯坦宣言 就是 在 1945年的 7月 7月分 7月6號 他就是 要拼 日本冠軍導航 這個 波斯坦宣言 最主要的意思是這樣 你看我們 這裡 這個也是 國際法的鐵則 就是 冷土 已經是冷土 就不能再掛出去 這是他的鐵則 就對了 旅門政府 不能就在學院 你們就是 怕他從 初期搬來 要買的就是 這兩點 這就是 基本的概念 這個概念 都在裡面 都在我們 新台灣人裡面 歷史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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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歐巴馬 他也有說 美國 重返亞洲 啟動 啟動亞洲 再平衡的政策 就是說 日本 解禁集體自衛權 我們最近 我們有看到 那個 文貴 在布 在 伊斯蘭國 那個 英文 這就是 已經 觸犯 在國際法 引起國際的公分 日本 所以說 有24個國家 在給他 借財 日本 集體自衛權 也解散 這個集體自衛權 自衛權的意思就是 在敵人的砲斷 已經砲在你的地 放著 待會可以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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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是 對日本來說 可能 它的影響 比較大 如果一分頭 給你 等一千顆下來 要怎樣 但是 它要修改 這個美國的 遊貫団委 它會 解禁這個 集體自衛權 變成軍隊 如果軍隊就不一樣 你像最近 這個 釣魚台 釣魚台 釣魚台是 熟像 各位知道 不對 這個 釣魚台 是熟 日本天王 的 說我們的 是 釣魚台 是 在 熟 宜蘭州 熟宜蘭州 但是 台灣 就是 日本天王 所以說就是 日本天王 釣魚台 日本天王 日本有 保護 台灣的主權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那個 完全主權 Full sovereignty 這個完全的主權 美國有 佔領台灣的 防衛 義務 美日安保條約的 交集點 是在 就是台灣 就是台灣 歐巴馬 要從政亞洲 在 萊鵝金 鵝鵝鵝鵝一百號 那裡有 將近 兩萬平 還要切架 那裡是 完全去 但是 它的地下 是 建車可以走 那個地方 都完全是 美軍 美軍 進駐在那裡 他現在已經 大部分都已經好了 現在大部分 還包括這個 高雄 這個 左營 車站的對面 那個 美國學校 那個 美國學校的 外觀 已經都好了 那裡有四千名 美國 小朋友 要在那裡讀書 在那裡 學術單位 應該是 都在 教育局 他發的證書 我們 一般 民間的儲貸 這個應該是都是公務局的 發的 這個證書 但是到有一天 他在高雄市 的這個 教育局長 剛好有一個 美國的優貸單位 卡電給他 他說 是在 近年 你要趕緊 將那個 執照 這條 要趕緊發入這間 學校 他聽到 都走一條 要是怎樣 他說 他說 今年 有四千名的 美國的 小朋友 要來這裡讀書 結果 那個 局長 他趕緊來上課 他也來上課 這就是 可以了解 他說 政局的地位 台灣 就是美國 占領 他占領 他占領 我們現在來看 台灣的未來 要怎麼走 路要怎麼走 就是美國的優貸單位 應該要付出 本土台灣人 主題 這個叫做 オトロミ 這個オトロミ 的頂端 我們要主題的頂端 一定要再有人 一定要有人 一定要有人 不是像說 這個 近前幾年 在七月十六 有這個 美國台灣政府 去检 這個中心新春 這個報紙 你們有看到嗎 不是說 你那時候 這樣 主席做那個人 這樣說 旗仔拆的 就算是 這樣 我們是要按照 法律的程序 一步一步這樣看 走 不是這樣 就這樣 這樣 這是違反 這個國際的法則 美國也不相信 他有說 是誰叫你插美國國旗 在這個司法院裡面 美國的司法院裡面 上去控告 美國的這個 國防部 的這個 國務院跟美國總統 這個主控就是什麼 對 你們什麼時候 都不跟你們說 這就是 我們秘書長 在兩千空人 的十月去世 他拆領到 兩百二十八 的 頂 去控告 美國的 這個三個單位 所以說 台湾的地位 要正常化 在這個 日本跟美國 這兩個報恩 他們要共同 來解割 還有一點 就是說 台灣 是不是會走向 共產國家 這也是美國 他最煩惱的 因為在1898年的時候 那個 美西戰爭 但是古巴 他是放棄 用放棄 在1990年的時候 他 古巴 占領的時候 兩年就是要獨立 但是 這個獨立 他就是說 他的民主意志不夠 古巴的人民的民主意志不夠 所以說 給卡司處的共產黨 把他政變成功 把古巴的民政府 政變成功 變成古巴人 怕對共產主義 我們秘書長也有 答應 這個 美國 他說 台灣 不能走向共產主義 第二點 就是說 我們也不能獨立 第三點 我們要跟 日本 幫年 common well 聯邦意思 就是跟這個 大英國協 他們有54個國家 他們也是 幫年 common well 都受限 這我們這裡 我們都有寫 台灣民政府 會為八生 無福利 就像我剛才說的 處處為民 設想 為我們的八生 來實想 像我剛才有說 我們的孩子 生他出來 是不是說我們要在他的 他只要賠名之後 在他的口座 我們是看 要把他放三萬塊 還是五萬塊 讓我們的四大人 來幫他補 這錢就是要補貼這些五零分 再來 就是說 我們這幕前 你在這個 我們的法案裡面 我們有寫 我們要接到 政策之後 在座如果有 租入 把鄉銀行 借款 給孩子讀書 住學貸款 我們要接住 政策那一天 我們的選保 這錢都不用行 由我們 台灣民政府 來概括承受 要還有就是說 你如果有 孩子 母子十八歲 但是你要請新聞證 請我們 民政府 台灣政府的新聞證 你母子十八歲 女子 女子 都有一間房子 都會一間房子來分配給你住 你 我們如果做 八歲的人 薪水還有錢 還有房子 讀書 這都是義務教育 我們對孩子 學年前 學年情 就是說他差不多七歲 五、六歲的時候 他要來想說 我要來學英語 要來學極意 還要學得意 都沒關係 但是為他一行 不能學 北京意不可以學 北京意 原來不是我們的議員 我們學要做什麼 極意 還是這個英語 在這個學年情 我們就讓他學 好 他如果有辦法 讀書 譬如說 報酬 來研究所 沒關係 這都是義務教 政府的完全 進出 我們就沒有負擔了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如果說 公務人員 好 一年做十幾歲 兩個月 要做什麼 我們來出土 對不對 來外國出土 悠山萬水 這樣怎麼不好 還有 這個健康的部分 就像我剛才這樣說的 我們的身體各國好 尤其是小朋友 你們的機會最好 你如果吃越久 要命越多 這樣你都是 未來的主任翁 都我們臺灣民政 府的小朋友 你們回去 要求你的朋友 還是你的同學 做法例 我們告訴他們 他了解 但是你不用 一時就說 就隨他照來 我們的官網 官網 我們都有幫我們主席 這個官網你開 你先了解 叫他了解 你不要一個人 就跟他講 他會怕到 這個不知道 要把我拖來做什麼 他會怕 所以說 你把這個法例 討好 你們回去 一點的任務 就是把法例討好 只有法例 能不能再救臺灣 其他的廣場 沒有路了 我剛才有說過 這次他走 走我們都走 走到不要走 我們就對 台灣民政務領導員 我們的臨志性博士 在美國 在主導 就是我們一步一步 看法行 因為現在越白了 白越近 你像我 兩禮拜要一次專訓 兩禮拜要一次 你專訓是要做什麼 像說好 你初級班 之後 過那個禮拜也是初級班 我們現在就是 兩個初級班 一個高級班 再去班上完之後 我們上上的 我們有一個資權訓練 叫你做班 我們怎麼做 你如果像這個 很簡單 好 你會比較多 我們做議員 對不對 你做議員 你那個 SOP 那個小你怎麼算 變略預算 怎麼算 你問事高 搬來的經驗 還有百億 我看過這麼多錢 每個人來噴噴 這樣 那是不行的 包括 你像現在 這個 三月十二 這個 國際記者會開了 我們的 酒人 每六個酒 包括現在五十個軍 你所收的新聞證 車牌 會錢 那個SOP 那個小都要做好 送給美國 給美國看 不是說你青菜 賣不給誰誰 你切的新聞證 送給我們 我們中央家 幾乎 都知道 你 在那給你們這個 軍營裡面 軍務的費用 推動這個 軍務的費用 有多少 這些 都一清二廚 你要照 要做得很清楚 因為我們 有兩條法論而已 一條是啥 我剛才有說 貪污就是死刑 三天後 就把你刑罰了 第一 反罪 鞭刑 這有剛才我們秘書長也在說 望我們生知道的這些法 是我們台灣民眾有這麼大圓 先把你刑罰 這是不好的 我們了解 我們了解 我們就是說 我們有這麼錢 我們不會貪污 來 最后 這裡 就是 就是 Marlament You Right 法律菜 Payment Marlament 要做 就是 你的福利 你的權利 生涯 生涯的規劃 由你做主 今天這一個課 我要來 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 謝謝